来看看这些说文 经常说香港很多疯狂 原来真的多到他挺恐怖 似乎总有一个在你附近 话说油麻地27日凌晨 有一个老年的司机 六十多岁 跟友人消遣完 凌晨大概5点 就回到客货车的位置 取车准备离开回家 谁知道凌晨5点也有瘋狂 这个人相信是戏枪爱好者 用一把戏枪向他疯狂地掃射 这个男子当然立即走避 戏枪的杀伤力也挺厉害 其后还用木棍和长枪向他施杂 这位男司机当然要立即走 一路逃走 就躲避在这些位置里面的梯间 其实也逃到OK便利店 其间他还用长枪 当武器追着他来打 你看到这个地下和刚才被掃射的位置 都见到很多血迹 后来就来到OK便利店 向店员求助帮忙报警 而案发的地点 就是检获了一把长气枪 你看到是破坏的 他用这把气枪当武器 靠近了之后就袭击他 不断猛烈地击打老司机头部 打到爆肛 鼻子也被伤了 而且他一枝长 一枝短火 向一些陌生的徒人乱枪掃射 你想想 也有很多次 其后这个人随即 第二招天光被抓了 报称是无业 还有精神病记录 在秒街170号楼上一个单位 这个男子射人 这人47岁 那男司机66岁 挺无古的 不懂的 总之凌晨5点也会有痴线佬 到这一刻你真是猜不到 还要用气枪射你 如果他有杀伤力你真的会被他射痛 那你避吧 他又好像是打游戏机 不是打游戏机 远程射你躲避了我就靠近 那支气枪就变了一把 你当是木棍等等 当成一把近距离的攻击武器 就转为直接 近身武器不断打他 这个男子又是老 66岁 哪有遗疑你 在街上晚上想着走 老子就正常 你怎会想到有个瘋子 拿气枪射你 是吧 瘋子 方天下之大谬 那你肯定是反应不及的 我报道也忍不住笑 又不是恨张乐和 这件事很荒谬 还要是凌晨5点 但期间是否有些什么 不为人知的东西 你也不知道 有些无厘头的周星馳笑片 才会出现 凌晨5点 有个瘋子 用长短火 射你 还要追他来打 两个不懂的 mega 真好 这些警察马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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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找到他 直接 还有一支这样的枪 这把应该是另一把 你看到我是几位长吃 我怀疑他在家里 又当是追击手那样射到街上的人 街上的人被你射中了一下 难道你站着看谁吗 不然就走 他可能很过瘾 案发时 这个男子产生了幻觉和幻庭才犯案 也患有精神病记录 看看这些如何判 真瘋 夜妈妈 夜妈妈想不到会被人这样掃写 然后看看伤势 林老伯66岁 姓林 头部有4-5处 裂左的伤痕 被他拿着有木板 和拿着那枝枪 那枝长枪 把斧头转转转 病拿来撑你 然后避凉亦流血 即是兜口兜面打中了很多次 双手手腕也红统 可能就将党 党不切就被他打中了很多次 不过清醒被送往广华医院 救护员随即到场 当时跑去OK便利店堕避 女店员说不怕 但他们有按键 在上海街与宁波街交界便利店 期间亦曾走避到这位置躲避器枪宿舍 被集的男子说没有与人结怨 亦没有欠人钱 没有仇家 没有乘家 应该遇到痴线佬 警方期后也随即在现场兜截 但发现不到 但每天刀塔了人 其中检莫了一枝破坏的长枪 用这枪来敲打他 这枝枪也被他打烂 你想想集击的威力是多厉害 真的用力敲下去 另外还要一场一短 亦在地下发现很多BB弹 这些都不断射射了 现在警方以伤人案 拘捕了疑犯 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第三队跟进 大家常常说是时时小心 但有时小心也小心不到 总之是提高警惕 例如将来要三间半夜走 一眼观测 看前看后 尤其是看后 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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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出现平安